拿着排负能量的水晶在草地里走 不过小心踩到地雷 你买了一条水晶手链 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又不会用 都叫你不要看到漂亮就乱买 不要紧 拿上来给Peter Sir 我感受一下能量 我会教你如何用 如果现在身处的你如何 诸事不顺利 又或者头头碰着 有很多负能量 那你就要做以下的事情 无论你试运制 或者感情 有阻滞 你都要试一样 很快很快会生效 做什么呢 就去找一个地方 一个平地 最好是有绿色的草 这草很枯毁 除了你的鞋物 赤脚在草地里慢慢走 大概十分钟左右 为什麽呢 就是将我们身体里面的正弦 排走它 一定要记住 不要穿鞋不要穿物 在草地里 还有好处呢 它会将我们身上不好的神经元素 都会排走 但有一件事很重要 主角出场 就是什麽呢 我经常有说 在桌面看到了 黑瑶石 或者黑壁西 最好是找玄石 因为玄汁完美 没有抛光 没有打磨 而且经济实惠 不用太多钱 怎样做呢 你站在草地 左手 右手 不是大 不是大手链 例如黑壁西 左手 两粒三粒都可以的 小粒 握住它 右手 亦都是握住它 为什麽呢 医护着它将能量 我们身上不好的 吸走 接着放出来 在草地 大概十分钟 慢慢走 不要急 记得一件事 不要玩手机 呼吸 想一些开心的东西 十分钟左右 做完之后 这两粒黑壁西 是不是再继续用了 不要 刚才我说了 因为它经济实惠 你就要回归大地 或者是埋了它 或者是扔掉它 不要再用 Pier Sir 大概是做多少次 多久呢 各个不同 总之你去做 不断去做 你会发觉 咦 有改善 这样就成功 可以不用再做 做到你 有一个不同了 的时候 你就扭运回来 又一村